除了政府列车的中低收入户之外 对于秉除在社会福利政策之外的弱势族群 若是乡亲联寺管理理委员会 是认为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忙 因此在今年中元节普渡物资等值近20多万元的生活物资 管理会就仔细分装之后 透过了村长、荣福处等单位 逐一发送给社福的边缘户 而主委陈辽安表示 要让社会大爱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装满各式各样日常生活用品 一大袋一大袋的放置在旧餐厅裁前 这些全都要发送给社会福利政策之外的弱势族群 热学青年寺管理委员会 这一次透过各村领长协助调查社福边缘户 并且将今年度普渡生活物资分装分袋 同时赠送给社福边缘户 或者文件站、关怀、据点等机构 受助者感恩致谢发送过程充满喜乐 受到大环境经济通膨的影响 社会弱势边缘户增加的趋势 因此今年瑞穗青年寺普渡物资就以在地弱势户为主 并且也结合荣福处等机构 亲自道府伐送、携手照顾、独居困苦的任务卷独佬 长眠温馨 长期关怀社会弱势族群不遗余力的瑞穗青年寺 将今年来自各方信重的普渡物品 中等值近20多万元的物资 以弱势边缘户为主来进行发送 善尽公庙、社会企业责任、抛砖引玉、传送佛祖大爱的精神 照顾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这次我们依照惯例就把它全部发放出去 但是比较不同的是 我们这次是由青年寺自己来亲自来发放 让这个每一份的物资都能够亲自送到 我们乡里面的边缘户 所以主要是最需要的社会人士手上 我们这些名单是透过村长或者是地方人士他们的提供 所以这次发放的物资以及我们白米 总共大概有20万元左右 我们也希望当地的物资留在当地使用 让我们在地的乡亲民众能够享受到 我们青年寺社会人士的关怀 不论是前来领取还是有各村领长 带领亦或者管委会主委门干部轻松 瑞随青年寺普渡恩典大爱 始终都是社福边缘户最大的支持力量 记者是玉兰最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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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仆一门